台灣的選擇 台灣的 政黨的選擇 民眾黨 台灣民眾黨就是人民在 藍綠之外的一個新的選項 這一次我們進行國會 已經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我們會成為 最強大的監督者 鞠躬感謝 讓時代力量可以繼續 大步的走下去 謝謝 目前看起來民黨是可以單獨 博伴所以一個強大的 一個監督的在野黨 我相信會非常重要 我相信時代力量絕對會是 那個利益 民主主義不是說公共的人 要用清風來捍衛 要憲政每一個人都聽出來 聽出來 真正正 就是表示愛上的人民 我們聽出來囉 好 乖 好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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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很好笑 有一些用事也好 我都是站在年輕人這邊 我本來就躲在這個世代 我是學電腦的 那我也做過媒體 我也打過電影 我覺得講台語很勝負 有人問我 從中國大小的聲音 你敢不怕 我就說 我們認為是 民進黨需要基進 不是基進需要民進黨 我們的存在會讓國民黨比較沒力氣 如果韓國瑜出來第一天 我們就打到像白癡這樣 你覺得他有可能算到嗎 那當初就是真的 好 你看基麥的聲音 好 民主的時代 我們說好的競爭 我們用政策 用力量 用受理 用科學 來遂候選民 結果呢 對啊 當初是我來前 我第一天就打到 我打到他頭都發出來 你本來你當一個老師 有一個考0分 一個考60分 你對他們兩個的方式就不一樣 這個才是對的 不是說每一個都要用百分之百的力量去打 那你時代力量現在転現出來的 他認為現在已經是一個民主政治 不管什麼事情 他作為一個監督者 就是要打 而且在打的過程 才會転現出他們的火力 所以國民黨這場 他也是百分之百在打 民進黨這場也百分之百在打 那當然你對著過去 有跟你合作過的民進黨來說 他這就叫做背棍嘛 你如果要我選擇 選擇是說跟大黨談某一個程度的交換 讓區域選上 然後讓我們的政黨票 或是讓我們的部分區瓦解的話 那我寧願 我相信的 是時代力量現在所選擇的這條道路 最後不分區的結果差一點點 我沒有上千萬不要惋惜 對於時代力量來講 這是一個很好的正式轉型的奇跡 柯P他們有一群人 柯P跟時代是高度重疊 所以柯P起來拉到的都是時代的票 我們海營時代力量三萬票 部分區就是很困難 就是因為台灣還是習慣區域性的選舉 所以你知道他們捐給黨 然後選部分區 那個都還在教育當中 我們的部分區 其實這名單看起來 大家都覺得我們部分區名單還不錯 因為我們裡頭三分正是海選來的 那個主席幫我放在第五席 也只是當時是想要 想說要衝票 但是其實我當時我就想說 應該也不會上 所以你自己是沒有信心 我沒有信心 而且反正這個是之後你才會出來 我從頭 明天就出 沒有啦 我從頭到尾 我就沒想要當立法委員 我覺得我性格根本就不是當立法委員 假設不信 要去當立委 我當然有多一個角色 那另外一個角色就是 我要培訓民眾黨的任才庫 我們叫基進嘛 對 那其實是基本又進步 在台灣內部 這些島內的所有的 這些政治上的這些所謂的 其實都不是重點 我是覺得栽培年輕人 讓他們成為未來 台灣政治場域裡面的 重要的一個角色 然後扛起台灣的政治的 重則當然我覺得很重要 現在時代力量就三位立法委員 我可以承諾的事情是 我一定會做他們三個最強 最堅強的後盾 有任何需要我幫忙的事情 隨時跟我講 大概除了我不能上台而已 幫他們資訊 咆哮以外 其他的事情 其他需要我幫忙的事情 我都還是會做的 我們的政黨票其實突破了 一百萬票有很大的進步 所以我覺得這是大家一起的努力 小燈泡的離開 在我們心裡造成的傷痕 是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但或許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 讓我們的生命變得更美好 讓這件事情變得更美麗 我會用溫柔而堅定的力量 把小燈泡的光帶進國會 讓台灣發光 謝謝 我們大概現在的狀況 就所謂的叫不關鍵少數 因為應該民進黨是單獨過半 所以事實上我們在國會 並沒有去產... 因為在政治上 並不能產生多大的影響 事實上沒有人成立一個政黨 是要去當所謂的第三大黨 成立一個政黨的目的 就是要成為第一大黨 要能夠阻擋整個未來台灣政治的方向 這才是我們成立政黨的目標